刚才说到明朝的大学是内阁首府 最红的游记里面 写了他在普城县碧云岩的山洞里 看了我会发光的石头 而加入了碧云岩山脚下的铁匠老徐 正是说山上不但有蛇王石 甚至还有寻找蛇王石的组合的口诀呢 看来蛇王石的存在并不只是传说 诀言地表和考察队在老徐的代理之下 又爬上了碧云岩 在接近三点的一个地方 他们真就发现了一处 钻成一截一截的岩石带 老徐告诉记者 这就是祖传口诀力所谓的 小潮石钝钝钝 这边一块下来 这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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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一块 这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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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口诀力说的 只要顺着破碎岩石层的方向 就可以找到蛇王石 大家赶紧来岩石层出镜 赶开了领导 我们在岩石层的镜头 我们发现了一个三洞 中口的硬币 不是鼓励搜的话 还真发现不了 这个三洞会不会就是 废红牛 八字算命书 亚曾八字命书 是第一生成八字推算的 一门张国书 让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字命书 21年的到达 现场八字算命书 提加风水物体 凌土法律 到港微信 2088-2688 进行那个山洞呢 记者和考察对面 一头就关进了山洞 在里头摸索了大半个钟头 一头过天后 而就在 快要走到山洞尽头的时候 有人突然看到 在以前的黑暗之中 手中只领紧凑出一只绿光 请吓人的 大家所会一看的 大起过望 能够发出绿光的 果然是一块大石头 而且所有人都看得出这个绿光 不是碗色的手电光 而是石头自己 划出来的 踏破铁鞋啊 神秘的蛇王石 终于是露出了真容 那么 这个蛇王石 为什么能够发光 它又真的像 传说中那样 一发光就会招来 无数毒蛇 还能让刀剑 削铁如泥 考察对的 有几个个假 当场就对这块 划出绿光的石头 进行了研究 很快 他们就确认 这是一种叫做 银石的鲜染铁铁 这是高品位的银石铁铁 或者目的目的 有足够空间之后 这个 行况的乐 也就能够接近出 高品位 高质 这样的这个银石铁铁 专家们还告诉记得 银石是一种 由钙离子和 除离子 组成的 离子键铁铁铁 它之所以能发光 就是因为 在一些特殊的条件下 这些离子 能够产生大量的自由电子 而这些键铁 能够吸收光线的外界能量 然后再把它们释放出去 从而达到发光的效果 比如说 把一块银石 放在太阳底下 石头里的自由电子 就能吸收太阳光里的能量 到了晚上 自由电子 释放白天吸收的能量 石头就开始 自已发光了 当菜被这个 吸收铁铁 自放的时候 它机体结构 发生了变异 这时候就会 不容易出道 当然并不是 所有的银石 都能够实现 这种能量的转换 所以 会发光的银石 是一种很珍稀的 矿物质 在自然界里边 能够发光的这个银石 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少 能够找到这个银石 应该就是一种 小概率事件 这种放出光的 这种银石 也就是蛇眼神 很多年之前 中国的古人 就已经发现了 银石的这个神体之处 他们把这种银石打磨 这种原型 就有了他们今天熟知的 一种珍宝 蛇王石发光的秘密 到这儿